你 兄弟 您这是干什么去 遵义 前几天遵义被赤肥给打下来了 这不过去增援吗 来来来 我跟你聊聊吧 你 你背着他下不好下 你把这东西都拿下来 你看 然后你再慢慢地往下走 你干什么 给我 干吗 我的金子 罗兹大哥 坐坐 罗兹大哥 顾小姐 要不这样吧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在我们医疗赞助下 等你哪天打听到东家的下落了 再走也不迟啊 爹 这件事真不是女儿胆大妄为 你手下那些人真的太过分了 不分青红皂白就胡乱抓人 来龙去脉我全部都打听清楚了 根本就是个误会 天天肆无忌惮地抓人 再这样下去老百姓骂的还不是爹您骂 你少跟我扯扯 爹 您不是阅人无数吗 您看罗兹那样他会是红军吗 他就算是红军的话 会写在自己脸上吗 你呀你呀 早晚让别人把你卖 你还给人家点钱呢 敢 谁敢卖谷将军的女儿 你就知道贫嘴 下不为力啊 但是我可命令你的 尽快把那人打不走 免得再生事端 那可不行 我还打算把他留下来当马夫呢 什么 不是给你配拉车了吗 你还要马夫干什么 你真是想气死我 爹 我虽然是您的女儿 可我在这儿的工作身份 是国际红十字会 我不想在这儿搞特殊活 去去去去 再说了我们的医疗器材 要品单价 能用您的小车装吗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 我就要把那个罗子 留下来当马夫 不行 可以 坚决不行 必须可以 你 你 这可真是啊 儿大不由娘 女大不由爹 整个尊义成 都得听老子的 我唯独就是管不了一个你 明天我就找一个人家 把你嫁出去 让你那婆家 好好地管教管教的 笑 走走走 老头 爹可提醒你个事 以后你事事处处 都得防着点这个马世奇 他怎么了 他这个人可不简单哪 刚到这儿 就统领了城里的蓝衣社 你知道这个蓝衣社 是干什么的吗 唱戏的吧 这我管他蓝衣社 红衣社的 什么唱戏的 这些人竟干些 见不得光的事 他这次啊 不光是调查我 尊义失守的事 更重要的还有呢 还有什么 他怀疑老子这儿 有红军的奸行 是吗 南京都拿到证据了 点报 反正这事啊 基本上 让他给坐实了 严头 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你坐实 千万要小心 我有什么要小心的 我又不是红军 好 好 我不说了 算我啊 多管闲事 我先走了 爹 那马夫的事您答应了 答应也行 不过我有个条件 还有条件啊 你搬回家住去 你搬回家住去 行 忙完这两天我就搬回去 行了 把你那头锣子 先牵到营去了 干吗 你这样 先来 我来 你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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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懂马吗 师父从小教我赶讲 懂 去 把那匹大黑马牵过来 是 爹 您这是干吗呀 干什么 我得看看他有没有本事 当我女儿的马夫 骆子大哥 你行吗 你别去 赶上吗 赶上吗 骆子大哥 别勉强 来 来 来 小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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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骆子大哥 你太厉害了 这马是倔点 我都倔不过骆子 你还行啊 什么叫还行啊 我看 骆子大哥比您军队里那些人强多了 好吧 好吧 你就带好这批大黑马队去 好 好点 名字 杨小海 部队发号 186 走 名字 张山子 部队发号 125 进去 快走 名字 三点粉的红火 金子的金 圣人的圣 等等 行 红军胜 你真叫这名啊 我就叫红军胜 爹妈起的 不信能去查 哪个部队的 中国工农红军 我问的是部队翻号 翻号啊 想不起来了 用骨头啊 你干什么 住手 你想干什么 有种冲我来 我问你部队翻号 我不知道 我问你一遍你不说 我就捅他一刀 直到你说为止 放个八蛋 你身上哑的了 放开我 住手 卓元 是 你这是干什么 为什么这么残忍 难道你就没有兄弟姐妹吗 松开 是 是 把这兄弟扶下去 怎么样 兄弟 是 是 啊 你是个当官了 我像吗 你左上衣的口袋有墨迹 说明是你平时使用自来水笔 留下的墨水 能用自来水笔的人 不会只是个大头兵吗 团长 抬去了 海长 不会吧 周恩来才三十六岁 我看你这个年纪 最起码应该是个军团长 我们红军队伍藏龙卧虎 就我这点能耐 只能当个牌长 从黎平来的 不是 找人 不是 人在遵义 听不明白 是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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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刑 以警示人 天哪 还要杀人 要杀多少他才停啊 小声点 小声点 你叫找死吧 对 就是 就是 这上面写 谁啊这是 这在哪儿啊这 不知道啊 这上面没写啊 杀了这么多人还不知足 你干嘛啊 你干嘛啊 你碰我了 我来 报告 进来 将军 您还真去啊 废话 戒二连三的杀人 今天还要公开枪毙 这不更是把屎盆子 把您头上扣吗 这是一个副官 该说的话吗 人家是中央的特派专员 说什么做什么 代表着老蒋 代表着中央 你倒是教教 我不配合 我能怎么办 扣子进去 一点儿精气神没 你怎么办 走吧 是 玉姐 这是你爹的命令吗 肯定是那天来的那个特派专员 看着就阴森森的 玉姐 我们就不能制止这种野蛮的杀戮吗 我们可以向国际红十字会汇报 请求舆论上的干预 至于其他的 我们也无能为力 把车来了 咱们上车吧 走 箱子帮我拿到后面去 好 您不能坐这儿啊 您走后头 你能坐 我为什么不能坐 来 拉我一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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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跟他处得好吗 他呀 看着脾气大 可人意了 我给他起门叫黑子 黑子 黑子 我们走吧 你什么不管用 剁好了吗 剁好了 剁好了 罗兹大哥 你知道我们现在是要去干什么吗 我们赶脚的呀 最忌讳问东家这路问题 我们现在要去刑场收尸 给谁收尸 红军 是一批红军俘虏 今天就要被公开处决 具体有几个人还不知道 他们的遗体也没有人管 我们红十字会能做的工作 最多就是替他们入土为安 罗兹大哥 给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种工作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没有 这世道啊 死人见多了 人命不值钱 是啊 世道乱 人命不值钱 世道乏 人命不值钱 来幸福 说来说去都是个世道 是吧 是这个脸 问您一个问题啊 您别生气 像您这堂堂千妮大小姐 干吗干这路活啊 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 总是要有人去做的 听不懂 什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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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后面站 别 快点 后面 快点 快点 快 后面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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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让开 快点 快走 快点 走 快走 走 快进来 快点 你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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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站好了 老师姐 老舅 师姐 你 你怎么把这儿变成刑场了 这可有事庄重啊 老师 学生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 以示警醒 更重要的目的 是看能不能把杜鹃引出来 时间差不多了 老师 您是不是讲几句话呀 今天的主角是你 还是你来讲吧 不 老师 在遵义城里头 老师永远是最大的 学生可不敢见语 请谷将军训话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都是些误入歧途 不知悔改 你们要以此为鉴 好了 就这样吧 您坐 都听见了吧 你们这些误入歧途的 其实你们大可不必死 刚刚将军说了 误入歧途 不知悔改者杀 现在给你们一个悔改的机会 只要你们愿意脱离红军 我们立刻放人 孩子王 你先表个态吧 你他妈是真不怕死是吗 我今天偏偏就不杀你 来人啊 是 把这两个给我拽出来 走 撑子 大铺 你他爹从我来 我先送你这两个兄弟上路 给我看好了他 别动 别动 别害怕 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看 用不了多久我去找你们俩 周国公的红军万岁 还他妈敢妖言祸众 还敢妖言祸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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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些孩子啊 说起来 还是我们这些父母官 教化不力呀 那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 误入歧途呢 怎么样啊 派座 这么说吧 让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投降确实难为你了 这样 你跟我一个人说 跟我一个人说投降也算数 我猜你个王八蛋 干什么 别动 你他妈是真不怕死是吗 行了 都带回去吧 是 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是 走 快点 走 快走 走 走 快点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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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老师 那个人 是谷小姐救下的赤匪吗 什么赤匪 就是一个乡下赶车的 老师 是 是 吃匪诡计多短 我怕 谷小姐会上当 要不要学生帮您查一下 我自己已经查过了 就不劳你的大驾了 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老师 是 上边又打来了电话 问您何时派兵去支援薛月 催得很急 学生也是没有办法 等我和王家列主席商量过之后 再告诉你 是 学生恭候佳音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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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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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拉平 闸女人 有双队 你 ανα полов 你未经营给您了 我今天见着罗子了 罗子也来尊医了 对 这小子胆真大 我是看见他人了 可是不知道他现在是个什么处境 我看见他的时候 他穿着前军的制服 前军的制服 难道罗子投敌了 不应该 从向西到离平 这一路 罗子是啥人咱们心里都清楚 我就是担心啊 担心东家的东西 是不是还安全 东西又是有什么闪失 那就糟糕了 我看见他 开发了 来 来 你的 寤贴 股小姐 你找我 罗兹大哥 快请进 你快坐吧 对 认识字吗 就认几个 顾小姐 你这个画的是什么 这是国外的一种数字 叫阿拉伯数字 上面写的是二十三 这是二十三 你知道我写它 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我刚刚从二十五改到二十三 现在尊益成 每天杀两个红军俘虏 昨天还有二十五个人 今天就变成二十三了 别站着呀 你请坐吧 喝点茶 不不不 来 坐吧 来 今天刑场上的那个红军俘虏 你认识啊 不认识 认识一点儿 认识一点儿 他姓邱 那这么说 你也是红军了 我不是 是 顾小姐 我真不是 我就是一个敢讲的 你信我 好了 我相信你 以后我不再问你这个问题了 不过你记住 以后千万别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我相信你 怎么啦 又一个红军俘虏 她活着 是吗 骆子大哥 还得麻烦你出一趟城 想知道箱子里面放的是什么 这可不行 我们赶脚得有三剂 第一剂就是不能问东家 装的是什么东西 那好 把箱子送到我告诉你的地方 要快 注意别磕着 也不要太颠 明白吗 明白 交给我 您放心 这是红十字会的通行证 出城的时候给他们看 那就拜托你了 好 您回去吧 快 快 过来 走吧 停停停 停 小心 好 走吧 快 走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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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饭干巴巴的真难吃啊 老鹏 吃口饭吧 来 少吃一点 老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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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来个人 喊什么喊 给我们口水喝 你这饭太干了 咽不下去 毛病真多啊 吃不吃 那你给伤员一口水喝 这总行吧 你们吃匪不是什么都不怕吗 怎么着 一口饭给憋了 饿死你们 老子都还省事了呢 你看看这世人吃的饭吗 你吃一口我看看 哼什么哼啊 杨副官 你是怎么看门的 人进来都不知道 杨副官 我刚才 行了行了 跟你开玩笑的 杨哥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老鹏 有水了 喝一口 天天杀人 搞得人心惶惶的 你也知道 谷小姐的红十字会 整天顶着俘虏说事 天天啊 国际红十字会总部 都来电话询问了 这外国人咱舍不起 将军为这个事 烦得都不行了 再三地叮嘱 千万别再发生 虐待俘虏的事了 让人家落了口实 明白吗 明白明白 给弟兄们买点茶喝 谢杨哥 谢杨副官 来 给他们也改善改善 是 杨副官 慢走 算你们命好 喝完水 都给我老实点 别再吵吵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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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一人都不让你 真可爱 你 你 什么 你 你 我和你一人都不想要你 我和你一人都不想要你 你 没想到 这么多年了 这个房间一点都不冷清 从你走后 我每天都叫人打扫这个房间 辛苦爹了 看看 看看 我古成德的女儿出门在外 就这么一件小小的行李 再看看你住的那个地方 爹的心里呀 想不到我们的古将军 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 放肆 有这么说你爹的 你看 这还是 你跟爹下的最后一番棋 没下完你就走了 我一直保持着原样 我记得 当时是爹吃黑 我吃白 对 气子活脚良有力 这好像是我最后一步棋 是 当时你好像说是 死里逃生 我说的意思是 看似一片大好的河山 舍弃之后 却发现另有一番风景 赛翁失马 胭脂飞幅 赛翁失马 胭脂飞幅 舍弄 我希望你这话说的是齐 而不是别的 爹 您多虑了 你那个马夫啊 你那个马夫啊 罗子 他又怎么了 算了 没什么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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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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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走 走 爹 您一向都是说话 直来直去的 怎么今天 老是遮遮掩掩的 不是爹说话遮遮掩掩 那都是因为啊 怎么了 将军 马庄园求见 这个时候 不见 是 等一下 让他进来吧 三更半夜 他精神头到大 马大哥一看 就是那种 不达目地不罢休的人 您要是不让他进来 他能一直守到天亮 照我的脾气 我就让他做到天亮 老师 顾小姐 深夜到放 都有打扰 马大哥 知道打扰 就不要来嘛 雅兴啊 雅兴啊 都这么晚了 你有什么要紧事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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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